记者12月25日从福建省龙岩市官方了解到 25日下午龙岩发生持刀歹徒劫持公交车撞人事件 经现场进一步搜救核实 目前造成8人死亡,22人受伤 其中一人尚未脱离生命危险 其余生命体征平稳 犯罪嫌疑人被抓获的地方 位于龙岩市新罗区登高西路龙岩人民医院附近 26日凌晨,记者来到事发地实地探访 记者看到道路交通已经恢复正常通行 路边不少的夜市和商店正在营业 当地民众也向记者讲述了事发时的情景 记者来觉得经公安机关初步侦查 犯罪嫌疑人邱某,男,1970年1月出生 龙岩市新罗区人,无业人员 因与当地居委会干部有积怨 事发当日,居委会干部到嫌疑人家中 为其父亲拍照办理幽辅证 尝试矛盾,犯罪嫌疑人迟到杀人 而后劫持公交车撞人 目前,案件具体情况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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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